第一个,因为他这个原来是这样 就是他的那个人员 你如果要查前面是清单 因为他两边是跨工作表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知道说 这个人,假设这个高明明 他的单位是哪一个单位 他在G单位 如果说我今天用V的函数 一定是不行 用H-LOOKUP可能也有问题 用Index好像 可能要Pair-Match 不过好像都不是太好的方法的话 那不如你干脆就把这个写成VBA程式 VBA的话呢,我大概写完之后 长这样就按下就全部查完了 那清除了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前面讲过 你可以按按钮 或者是说你可以插入函数 你可以再增加一个什么 制定函数 比如使用者定义里面有个什么 所属单位函数 他会跟你要一个人员 自动帮你把最后他这个人员 在哪一个单位 把他返还 直接像这样填满 这样也OK 如果工作里面已经写好这些东西 那就简单多了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是麻烦的开始 为什么人太多 你高明明在哪个单位 找到了 你可能用 如果用人工来看的话 那蛮不方便的 所以怎么写 那大概我把那个步骤 分成两个 一个是按钮 一个是那个制定函数 那首先第1个 我们来看那个书单位 那程式基本上 一样的逻辑 因为这一题的话会跨工作表 所以特别注意 那我的写法第1个 for i 等于第2列到最下面列 是根据这个 那做什么呢 我比对一下 比对什么 这个东西 这个人的名字 有没有 跟什么比呢 跟我们的序词 序词那个 各单位人员 就是工作表里面的这个范围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一题可能比较特殊的是 你一个 要跟一个范围 一个储存格跟一个范围怎么比 OK 所以以后如果说你一个储存格 跟一个范围比 比完之后呢 告诉我 他这个范围的上面的那一个栏名的话 你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写法 我觉得这一题比较大的特色在这里 那写的方法可能会有几个部分可能要注意 第一个就跨工作表 第二的话如果一个范围的话 你可能也是用for为圈 但是你可以用一个叫for each的写法 for each 特别说这一题的话你可以参考 写法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1 首先的话我们一样 就是for I 等于什么呢 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有没有 A2向下追踪 那他追踪到的话 他应该回来应该是帮我追踪到50好了 回来就50 所以第二列到第50列 那我可以抓到什么呢 抓到这个范围的每一个人的名字 所以第二他先抓第二 那第二个的话特别注意 中间这一串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范围的话 你可以写成这样 一样是for for each 那当然前面如果是一个范围 for each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每一个嘛 for each sale sale是储存 这个sale的名称 其实是我们自己取的 你可以取别的名称都没关系 我喜欢用sale in 后面加一个in的这个单子 有点满直觉的 in哪里的哪一个工作表 特别最后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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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的话指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工作表的意思 当然这里的话 如果你不写1的话 你也可以写成什么 双引号两个 然后呢 把什么呢 把这个各单位人员放在这边 也可以啦 不过有的时候 因为不是1就2啦 干脆写成这样子 在第一个工作表里面的哪个范围 a2到g8 就是哪一个呢 这个到这里 OK 所以以后的话 假设你要 那个储存格跟这个范围比的话 那他会怎么比呢 他会就是for each for each意思说 每一个每一个 意思说我先第一个 先把什么呢 把这个范围里面的第一个 那个什么呢 高明明先抓出来 第二个的话呢 跟这个范围比 那比的方法就是说 他会在这个范围里面 一个一个的带领 他会先把正小名先放在sell里面 然后底下就是如果我们的那个高明明这个跟那个什么呢 跟这个正小名一不一样 如果不一样就跳过 换下一个 再来就陈大名 带过来跟那个高明明比一下 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一个一个 for each的意思是这样 每一个 直到找到高明明之后 高明明跟这个高明明一样了 那做什么呢 帮我把这个什么呢 就是他上面这个什么呢 栏位的名称 哪一栏的资料 帮我怎么样 丢回来 丢到哪里呢 丢到同一列的B栏 特别之后要怎么做 第一个你要告诉他说 他是在哪一个工作表 特别之后 我们那一样在各单位 这个跨工作表 第二的话 特别之后 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就是说在这个的上一个 那个第一列的 那个同一栏的话 你可以这样 你可以打Sales 第一列 一样记得是第一列 然后呢 逗点 跟他一样的栏的话 你可以打一个Sales.column 这个可能比较重要 比较需要记一下 意思就是说呢 在第一列的跟他同一栏的位置 所以就会抓到 这个 这个 区单位 然后把区单位丢回来给B栏 那就找到一个 因为已经找到了 所以 跟他讲说 不要再继续找 It is for 不然的话 他一直找一直找 他整个人找到高明明之后 又继续跟那个什么 陈小明 一直比 没有意义啦 等于已经找到 就跳离了 然后再来的话 就换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 当然就是在抓什么 抓下一个人 下一个人的话 就说 陈小明 然后再跟那个范围比 比对到之后再把单位抓过来 所以呢 我们先这个地方跑一下好了 我按那个F58好了 租航好 OK F58 那这样的话呢 先抓什么 抓第二列的 所以把那个 这个Sales 这个高明明 跟这个储存格比 所以这边的话 他第一个抓过来 Sales里面抓到陈小明 比一下 一不一样 不一样 就跳过 所以这个F8 跳过 下一个 下一个也跳过 下一个又跳过 所以基本上的话 他跑到第几个呢 所属单位里面的 这个高明明 我把这边设中断点 如果找到的话 帮我提一下 找到了 OK 那也就是说呢 在Sales 刚明明找到了 那帮我把什么呢 把这个里面的资料 帮我把它搬到 复制到这边来 所以F8 OK G单位 他就帮我把他 这边的 同一 第一列里面的 同一栏的 这个上面资料 帮我 复制到这边来 OK 那这样的话 就完成 第一个 再来的话 就不用往下 比如说Edit 4 当然如果你不加这个Edit 4的话 其实感觉不太出来 不过呢 当然如果你资料多的话 你会发现会快一点 OK 然后再来的话 其他都一样 所以我就让他全部跑完 每一个每一个 帮我把全部资料找完 也就是说呢 帮我把那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跟那个范围比一下 如果找到的话 帮我把上面栏面带过来 OK 清除的话当然有两种写法 要不就是你把从头到尾清空 要不就是我刚刚讲的 用Range的方式 把它点Clear Contents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就第一个 我们可以用按钮的方式完成 那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这一段程式嘛 在那个云端上也可以找得到 我们在那个 检视与参照里面 这边有个 所属单位查询 你把它打开来 里面的话 就刚刚讲的就这一段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